金色光柱之中 有一物飞出 直指虚空之中 那一物散发着大道神光 即便在场的有半道神存在 怕都不敢直视 而九大全魔 被这大道神光所笼罩 急忙运转了魔之力量 拼尽全力 双目刺痛地流出了漆黑的鲜血 方才隐隐窥见 那其中 似是一节约莫障许左右的金色神笔 散发出浓厚的大道之意 当其出现时 整个无量神渊中 仿佛都是响起了一道 自天地初开始的 一道龙银之声 这突然出现了一幕 令得大地之手上的 那道魔影面孔上 有着一抹震惊之意浮现出来 旋即有着低吼响起 那是天元笔 随着金色神笔 渐渐地化为了纯金石质色彩虹 宛如黄金所著 其内隐隐有血丝若隐若现 一股强大的生命气息 自天元笔中涌现而出 这一刻 所有的神奇强者 都是带着无比震撼的神情 一刻都不敢移动视线 只是紧紧地 望着那天元笔的位置上 那天元笔上 所散发出来的原始龙银声 带着金光四射的大道之威 将周围 以及整个无量神渊中的魔器 都是击溃而去 然后这股大道之威的力量 对着那散发出恐怖毁灭之气的 黑暗陨星 狠狠地轰击在了一起 撞击的瞬间 一道无法形容的冲击波肆虐开来 波及数十万里 整个无量神渊的空间 仿佛都是被撕裂 陷入了毁灭的边缘一般 无尽的空间不断地崩塌 所有神奇的目光 都是死死地望着那碰撞之地 那里的混乱冲击逐渐消散 下一瞬间 一抹金光忽然洞窗而出 出现在了所有神奇的视野之中 金色光芒之中 直接将那颗 带着死亡毁灭之气的 黑暗陨星击碎 化为漫天黑雨一般的落下 但是在还没落地之时 那些无数黑雨 就已经被金色光芒的力量 所蒸发出虚无 显然 是刚刚的那股大道之威 将这毁灭之气的暗黑陨星 击碎瓦解 连焚老都差点束手无策的大地毁灭光 竟然在此刻 被那天元比所爆发出来的大道之威 给轻易地化解开来 无量神渊中 那众多神奇强者 都是倒吸了一口冷气 面色显得有些呆滞骇然 这近乎无敌的力量 竟然会被这道金光所折服 同时 他们也感觉到了 这股金光力量的恐怖和玄奥 那种力量 怕是已经彻底地超脱了天位之列 远非他们所能及的存在 同时 虚空之中 有着极其玄奥的大道气息弥漫而出 直接是笼罩了整个无量神渊中 而在这等玄奥大道的气息之下 这无量神渊中 原本充斥的毁灭魔器 直接是在此时 以一种惊人的速度 被驱散开来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直接是令得所有在场的神奇 都是彻底地震惊了起来 他们猛地抬头 有些震惊莫名地 望着某处的虚空 那里的空间 在此时被撕裂开来 无穷无尽的大道气息 从其中弥漫出来 那种大道气息 散发着一种 令人感到惊悚的危险感觉 就连此刻的焚老 都是被这古力量所折服 面色也是无比的凝重 但是很快 他的表情就恢复了正常 然后淡淡地说道 终于是出手了吗 来了也很久了 是他的气息 他来了 夭夭原本还浮现绝望之色 此时 他的表情 也是带着一丝笑容来 仿佛是看到了希望之光一般 随着金光的消散后 一道修长人影缓步走来 他每一步地踏出 仿佛连这片空间 都是在微微颤抖着 似乎是无法承受他的降临一般 那是一名身着黑金色衣袍的男子 他身躯修长 面带笑容 身体的表面 有着精气蒸腾 有龙气缠身 龙吟震天地 大道气韵散发 引得天地异象 与天地同光 日月同寿 远远看去 犹如是一尊掌控大道之法的主神 充满着莫名可怕的威丫 然而他们都不知道的是 此人便是一位拥有着大道的主神 在这位身着黑金色衣袍男子的出现之前 毁灭魔器所笼罩 甚至连天地都是在寝魔威之下颤抖匍 然而 当这位黑金衣男子出现时 所有在场的神奇 都是能够感觉到 那铺天盖地的毁灭魔器 竟然是在迅速地消融 直接被节节压制 天地间所有的神奇强者 都是面带震惊地望着那个男人 他们显然也是被震撼到了 究竟是何方神圣 竟然连实力超越天卫神之上的这种 可怕存在 都是能够压制 要知道 这大帝之手的实力 已经远超九重天卫神之上 可绝对不一般 想当年 也是天古浩劫的制造者发起者 连诸多无上大能 都因为这等存在 都是因其陨落 所以 就算是如今 只有复苏了一只手臂 但其力量 也不是九重天卫神 能够轻易抗衡的存在 就连半岛神与之抗衡 都是不分上下 同时也会忌惮这样一号的恐怖魔物 但是这男人 竟然能够使用那大道的气息 将大帝之手的毁灭 魔威给完全地压制下来 这足以说明 其身份必然不凡 此等存在 就算是在整个第一等级世界中 也必定拥有着赫赫之名 他是谁 一些神奇强者 震惊地望着那黑精英男子 然后他们盯着那玄傲的大道金光 眼中略过思索之色 下一刻 不知道是谁 竟是眼瞳猛然睁大了起来 脸上有着难以置信之色浮现 他 他是神渊宫的公主 原尊 终于是有着见识不凡的神奇强者 辨认出了来人的身份 当即忍不住地失声出来 那声音之中 竟是有着浓浓的敬畏与尊崇 原尊 一旦激起千层浪 在场所有的神奇强者 都是目瞪口呆起来 要知道 在这第一等级世界中 神元公的公主原尊 可是一位神界大传奇般的存在 那是第一等级世界中 真正的巅峰大传奇人物 而且 他所创立的神元公 仅仅只是在数千年的时间中 便是成为了诸神万界中的超神巨拨势力 其底蕴 就算是比起那些 传承古老的超神巅峰势力 都是丝毫不让的存在